今天给大家说的这故事啊,这故事名字叫《外公打死了大老鼠》,听这名字挺可爱的是吧,但是我提前通知大家,这期故事可没有这么简单,而且这期故事是极为的吓人。 那咱不多白货了啊,直接进入到主题,我开始给您讲这期故事。 这事是咱们家一个叫做,坏了,它没名字,它这邮箱的名字叫1101094875,是这位朋友提供给我的,而且这朋友啊,在提供故事之前都发了试了,这发试我不能念,我就不能说了,反正总之还是老样子,提前通知您,这是个故事。 他这个故事咱们要是讲的话呢,咱得到2005年开始讲,他说从2005年开始啊,我外公和我外婆在乡下盖了一间别墅,也就是说不是那种普通的农民房,盖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外公外婆年轻力壮,身体背好,把这别墅里边弄得跟小农家院似的。 所以一到了节假日,我妈妈就带上我和妹妹,我们两个人就到这外公乡下的别墅去玩去,持续了整整几年,这几年期间呢,我几乎上没有一周不去的,可是等到了07年这年,这年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上小学四年级,有一天我跟妈妈还有妹妹来到了外公家,在外公家呢,白天玩的一切正常都挺好的, 可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天哪,刚刚要擦嗨,当时外公在院子里边就开始大喊,哎,你们快过来,快看来,看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跟着出去了,跑上去之后,大家伙一瞧啊,外公当时拿手指着别墅旁边的一个房檐上边,有一只大老鼠。 这只大老鼠毛是红的,当然不是说那种火红的红,是那种发暗红色的红,而且个子大的吓人,并且呢,我提前告诉您一下,它绝不是黄鼠狼,它是个老鼠,因为它的尾巴是没有毛的。 这老鼠现在按照我的回忆啊,大小得跟一只差不多那种小一点的梨花猫差不多,所以说我们当时看完之后,极为的恐慌。 当时啊,我记得特清楚,我妈挡在我身前,哎呀,这东西不会咬人吧,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但是我和我妹两个小孩不知的身前,还想过去瞧瞧她去。 可是就在这个功夫,外公此时已经回到了自家屋子里边,并且从屋里拿出了一把气枪来。 当然了,现在这气枪指定是不行了,前些年那会儿啊,农村还没这么管,外公家里边藏着一把气枪。 当时啊,外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这把气枪来,开始往里边蓄签单,蓄完签单,没两下就把这气枪给压满气了。 接下来,在远处外公瞄准了这只大老鼠,噗,就是一枪,只听见这老鼠嘶嘶嘶嘶,两声尖叫,躺在地上翻了几个滚,就死了。 老鼠死后,我们一家人就围了过去,这老鼠还没完全死透了, 嘴角躺着血,两个眼睛噗噗噗的这么眨着,然后死死的瞪着我外公,尤其是他那个尾巴,卷起来伸直了,卷起来伸直了,并且撕个爪子劈啦啪啦劈啦啪啦的再来回烂瞪,这么足足闹了可能得有几分钟,这老鼠才完全的闭上眼睛。 验气了,验完气之后啊,外公外婆,我和我妈,还有我妹妹,拿棍子扒了半天这老鼠,连外公都说呀,哎呦,我的妈呀,我这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老鼠啊,连外婆在边上都觉得新鲜,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不过,闹了这么一会儿,差不多到了六点多了,我们家呢,开开始吃饭了,所以外公跟外婆呢,就把这老鼠给处理了,好像据外婆说呀,是拿棍挑着,挑到后边的一个草坑里边,直接就给他没两铲子就给埋了。 那这个事儿,这天晚上就算过去了,晚上吃完饭看电视,我们也没再提起来这件事儿,但是由于这是第一天来外公家,转天我们不会走,所以到了第二天,出事儿了。 这第二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十一点左右闹起来的,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儿呢? 是外公跟外婆在他二楼的卧室里边啊,俩人可能是没睡觉一直在说话,说着说着,外公在卧室里点了一根香烟,外婆当时特反感,哎呦,你把窗子开开,又在这屋里抽烟,不是说不让在卧室抽烟吗? 外公当时懒得出去,嗯,嘴里边还挺不高兴的,就硬着头皮把窗子推开了,一边推着窗子一边还说,老太婆真是真麻烦,可是麻烦的凡字还没说完了,外公立马,蹭,站在窗边不动了,然后开始缩下头来,告诉我外婆说,哎,老太婆,哎,竟然贼了? 外婆当时一听这个,也蹭蹭蹭从床上下来了,跟着外公走到窗边,怎么了,哪有贼呀? 然后,外婆跟着外公到外边一望,只见呢,此时有个黑影子,正在我家的那个铁栅的门那儿,往我屋里边爬呢? 也就是说,这会儿这玩意儿马上还有一步之遥,就要跨进到我家院子了,一下子外公顾不得什么了,立马从柜子里又拿出来那把气枪,又是跟上次打老鼠一样,先是装上枪弹,然后压气,瞄准了这个人,就开始射击。 外公的枪法,那是打小玩气儿枪玩大的,第一枪就打在了这个人的身上,这枪啊,打在这人身上之后,这人就发出了一声怪叫来,但是就这么一声叫唬,这人并没有从这铁栅栏墙上翻下去。 外公一看这不行啊,娴熟的继续给压气枪压气儿去子弹,然后没两下,朝着这人,碰,又是一枪。 这一枪打过去,绝对打在了这人身上,而且这人还颤唯了一下,可是这第二枪,这人连个动静都没有,并且此时,这黑影子已经跳到院子里来了。 然后外公就更慌啊,这是干什么的呀?啊,要抢我们家东西吗?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怕呢? 立马继续压气儿枪,然后后边咱就不说了,连着整整四枪打在这人身上,每一枪打的都是时时着着的,而且外公说有两枪打到头上了。 但是这四枪打完,外公有点慌啊,因为这人完全不在乎。 朋友们,我不知道您碰没碰过这种老实的气儿枪啊,这玩超过四十米三十米以外,没什么杀伤力,能给肉打破了。 但是在二十多米,十几米之内,这玩打人脑袋上是能给人打死的,这不是闹着玩的东西。 可是下边这黑影子,他就是不怕。 这时候外公管不了这么多了,立马从屋里边啊,好像是外公的那个阳台上放了几个瓷砖,就是当初装修时候剩的。 外公拿这个瓷就朝这人身上扔,结果呢,这瓷扔下去之后,哐嚷瓦砸在地上的碎砖声音,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当时我们从梦里边惊醒的,醒来之后朝着窗子外边看,怎么了这是外边啊? 再一看此时,外公在楼上已经开始大骂了。 他骂子干什么的,啊? 哎,怎么进我们家来了? 这会儿,我跟我妈,我妹别提多害怕了,外公这是怎么了呀,妈妈? 但是我妈一直捂着我跟我妹的嘴,不让我们俩说话,只见就听外公从楼上的阳台上是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往下边丢东西。 而且,就在外公的东西丢到地面上稀里哗啦作响的同时,都会伴随着一声怪叫声音,这声音有时候特别近。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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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又隔了这么几分钟 外婆她上边下来了 下来就开始敲我们家的门 你们醒了吗 我妈在屋里这才敢说话 妈 妈 怎么了呀 开门 然后我妈这才慢悠悠的敢把门过去开开 开开完之后只见外公也下楼了 而且两个人的脸色特别不好 我妈马上就问 哎呀 刚才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外公告诉我妈说 哎呀 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呀 我怎么感觉家里招了鬼了呀 外公不说则吧 这句招了鬼了这句话这也说 我当时身上那鸡皮疙瘩 走得一下 马上我就躲到我妈后边去 那怎么了呀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外公开始说 老太婆 我刚才打中她多少枪 啊 此桌砸她身上怎么没用啊 都透过去 这东西 好像什么都不怕似的 当时外婆在边上脸煞歪 告诉外公说 我脚这也不对劲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我妈当时吓得就快哭了 我妈本身小胆啊 所以此刻家里那个气氛呢 我再往后边延续 不知道该用语言怎么跟您形容 我们一家人呢 当时足足可能这么说话聊天 聊了得十多分钟 这才反应过来了 咱们赶快进屋吧 到了屋里边 外公手里还拿着那把气枪啊 而且这会儿啊 外婆我妈 一人手里都拿出了个重器来 都是胳部里边捡的 花皮啊 烟灰缸什么的 抓在手里边抓着 当时我就感觉那玩还得回来 可是接下来 等到了 可能得十二点半了吧 那东西没再出现过 而且在这期间 外公几次向外边眺望 也没再看到她 结果这天晚上 最后我记得特别清楚 闹到了得两点 外公外婆才上楼睡觉的 而且当时把家里里屋的门 拿那个车锁 给反锁上了 等到了转天 这事情在外公的村子里边传开了 村里人七嘴八舌的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说的没有一句是正门的 有的人说是 最近呢 旁边的村里边闹贼 可能是贼钻到咱们村的 还有人说 有可能是在逃犯 还有人说 有可能就是贵 不过 直到了当天下午 有一个人的提议 这个人说的话 一下触动我外公了 使得我外公听完这人说的事之后 别扭了好长时间 因为这人呢 当时告诉我外公说 老鹤 你说你昨天打的东西 不会是那大老鼠他们家人找你报仇来了吧 就这句话 一下子让我外公给反应过来了 回家 我外公别牛坏了 一直跟我外婆我妈去念叨这件事 你说我手牵我打那大老鼠干什么呀 哎呀 我就绞着那老鼠不对劲 这个不麻烦了吗 外公说完这话之后 外婆我妈都哑口无言 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聊这个事 但是时间过了些日子 事情就过去了 因为接下来没再发生什么事 虽然每天晚上特别的惊心 也没再见着那黑影子 但是正当我们以为这件事没事了的时候 也就是过去了有一个半月 忽然间的一天下午 我妈接到了我外婆的电话 告诉我妈说 分啊快回家 你爸现在送县里边的医院了 刚才晕倒了 我妈一听这个 当场就慌了 奔着医院就去了 结果到了医院了 经过了七天的排查 最终竟然查出来了我外公患有鼻咽癌 这事情如青天霹雳般的披向我家呀 整个我家里边就乱了套了 而且朋友们 鼻咽癌是非常严重的 这病要早期发现的时候啊 还好点 还能治 要是到了中晚期 没得治了 并且病发的时候 那病人是极为痛苦的 所以正当巧啊 我外公发现鼻咽癌的时候 大夫最终给出的结论是 已经扩散了 我们不太好下手救治了 完了 这下坏了 外公见天的就在家 开始倒计时了 结果 您才等我外公到了人生终点的最后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外公被病魔的困扰 整整困扰了三个多月 在这期间 细节咱不说了 可是等到外公临近生命终结的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外公的太阳穴上 长了个洞 这个洞是由于鼻咽癌引起的 而且 这个太阳穴上的洞 我不给大家形容 特别的吓人 我都能感觉到 外公当时不定承受了多少的痛苦 可是 这时候我们家里人呢 心里边就开始打颤了 因为 外公当初打死那只大老鼠 就是打中的大老鼠的太阳穴位置 而且 外公头上长出来的那个洞 特别像气枪 打得动 今天晚上这期节目比较特殊 你看我起这名字了 村里的五疯子 我给大家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五疯子 这个五疯子呀 说白了吧 就是他犯起病来之后 他会攻击人 会打人的 一般称之于五疯子 这种疯子 必须得把他关到精神病院 不然的话 他会伤及咱们老百姓 但是也得看是在什么地儿 比方说在城市里边 你有条件给他关到精神病院里边 但是万一要是发生在农村 那可就麻烦了 因为村里边本身条件就一般 再加上他们家不管 那这人可就一下子成了 那这人可就一下子成了村里的祸害了 那今儿晚上凯哥给大家讲的这故事 说的就是这么个五疯子 而且还没这么简单 这五疯子身上还出了邪声了 那咱讲故事之前还是老样子 先感谢一下这位来自河南的叫武华的听友 谢谢您提供一个这么精彩的故事给我们 这叫武华的哥们说 他说我们村子里有个女的 这女的跟我差不多大 八四年生人 我是八三年生的 我们俩几乎一边大 小时候呢 这女孩还挺漂亮的 我呢还挺愿意跟她玩的 但是等到我们一块上小学上到六年级这年 这女孩给疯了 疯到什么地步呢 在我们学校第一次闹的时候 她竟然拿把简子在学校里边追人 她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 见人就拿着简子渣 但是那会儿她年龄小 才上几年级 很容易控制 结果当天闹起来之后 就让学校的老师和校长主任们 把她给制止住了 但是到后边 这孩子他妈他爸带着她去了好多地儿看病 怎么看她这病就看不好 医院里边给出的最终结论 就是这孩子得了精神分裂症了 神经病 可是随着这孩子逐渐的一天一天的长大 她这个杀伤力就越来越强 直到了后边等到她十五六岁的时候 有这么一天 在我们村子里边竟然拿一把菜刀 砍了个男的 这男的呀 是打别的村来的 上我们村子串亲家来的 他不知道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 就觉得他是个神经病 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 可能这女的骂了他一句 然后这男的转头呢 可能回了他一嘴 结果没想到 这女孩回家抄菜刀 就把这男的砍了 这一刀啊 砍在这男的后背上 那刀就扎在背上 当时我特别小 我看了个玩意儿 把我吓坏了 从这开始 这女孩在我们村子里边就没人再接近她了 都害怕呢 再加上他们家呀 还有个男孩 我们那儿有重男轻女 他怕他妈就不怎么管的 这女孩就天天流落在我们村子里边 但是基本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的 都是绕着他走 我小时候那会儿啊 我是初三毕业 才考到城里去的 跟着爸妈进城了 在之前 我是在我们村子附近上的小学和初中 上初中的时候 我们学校都有人拿我找乐 就是说我们村里有个疯子 而且这疯子 以前跟我是同学 我那时候特别烦他 真的 他给我们村丢了不少人 但是再往后边 书画一转眼 得是我上到高二高三了 应该是高二下段学期 有这么一天 这天我回到家里边 刚进家门 我妈把我拉一边跟我说 哎 你知道那张苗吗 还记得他吗 我一听我就知道啊 这不就是我们村里神经病吗 我说我知道 怎么了 他死了 我妈告我 你别瞎说呀 那咱们也是你同学也是你邻居 我告诉你啊 那张苗好了 啊 怎么好了 就是好了人家 人家能说话了 刚才我跟你奶奶打电话 你奶奶说的 就前两天好的 什么 他能好了 他那会儿都多大了 都十五六了 当街脱裤子 拿刀砍人 他竟然能好了 真的好了 你回来哪天回村的 你看看去 人家还问你了 哎呦 我一听 好了 还问我 这是烦死我了 我最恶心他了 我就告诉我妈 行行行 别说了 千万别问我 我特别讨厌他 然后一打岔 把这事就这么岔过去 等到了晚上 我们一家人坐这吃饭 我跟我妹 我爸我妈 四口人 吃着吃着 我爸就开始给我们讲起故事来了 当时是我爸先提出来的 哎 听你妈说了吗 你知道那张苗病好了吗 啊 听了 我知道我妈下午跟我说了 她怎么好的 哎呦 出邪事了 你奶奶下午跟我跟你妈打电话 我们聊了一下午 嗯 我这么一听才从我爸嘴里边听出来 爸 出了什么邪事了 然后我爸就是长篇大论 给我讲了一大段 我呢 就不按我爸的方式给您说了 我爸喝酒了 要按他的方式说呀 凯哥得讲一个半小时去 我就给您简单说 张苗到底是怎么好的 而且我爸说的虽说有点夸张 但是 真是出邪事了 这个张苗的病啊 是打这天我知道 头二十多天好的 但是好 可不是医院治好的 是出了一件邪事好的 这事情是二十多天前 就是我知道这件事的二十多天前 有一天晚上 我们村里啊 有一个女的 我呢 管她叫姐 实际上 这女的得接近五十岁了 为什么叫姐呢 是因为我辟大 这天晚上啊 这个女的啊 上她朋友家玩去 跑人家别的村去了 可是打人别的村呢 大概是七点多钟 准备得离开回我们村 刚走出人家这村啊 还没出了村口了 就看见达老远有个黑影子 在路上荒摇 当时我这姐说 她看见这黑影子的时候啊 这个黑影子 在路中间转末 就是原地在那打转 不知道她干什么 但是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这个黑影子 看着面熟 从身形上看 怎么搅着 我这姐认识她 所以我这姐啊 就摸着痕 慢慢地朝这黑影子 走过去了 但是觉得这黑影子 不正常 想躲着点她 结果刚离近她 还有五六米的时候 这黑影 对着我姐说话了 秀姨 秀姨 我姐叫小秀 一听有人喊她名字 谁啊你是 我姐问完之后 这黑影子就回答我姐说 秀姨 我呀 我是张苗 我姐当时一听 脑袋就疼了一下 再加上仔细看着身形 没错 这还就是张苗 要不刚才 她看着这人熟呢 当时我姐就害怕了 因为张苗是个女武疯子 她打人 马上我姐就往后退 哎呦 苗啊 你怎么跑人家村来了 这是干什么呀 实际上我姐这说着话的意思 就想回头跑 不想招惹她 她真打人 可是我姐往后退了 还没几步 这张苗 蹬她一下 就跑我姐面前来了 我姐当时吓坏了 我的天怎么这么乖呀 哎哎你干嘛 你干嘛呀张苗 你干嘛 顿时间我姐就认为 张苗可能是要对她攻击 要打她 但是张苗虽然特别快速的走到 我姐面前 她没动手打我姐 只是 告我姐说 爷 你先别走 我有事找你 张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跟我姐贴的就特别紧了 基本上脸贴脸 我姐看她看得特别清楚 这时候 我姐发现有个不对劲的地儿 这今儿这张苗 虽然大半夜有点吓人 但这个打腕刀吃的 怎么这么干净啊 我姐说呀 张苗当时身上穿着个粉花的小衣服 应该是那种小丝的小吊带似的 然后下边穿条淡蓝色的小裙子 脚底下穿穿凉鞋 脸上还抹着小粉粉扑扑的 头发上梳着一个毒辫 脸别提多干净多清爽了 打我姐呀 记得张苗疯了之后 就从来没看见过她这样打扮过 基本上您看见张苗 那脸上就跟刚从梅堆里刨出来似的 所以今天我姐觉得张苗太奇怪了 就稳住了情绪问了她 呀 苗苗啊 这个 今天打扮得够漂亮的 你怎么跑人村来了 然后张苗听完 回答我姐说 姨 咱先别聊这个 我有事找你 哎 你说 苗怎么了 你说 我姐这时候跟她说这话 还往后退 怕她突然袭击啊 可是张苗接下来说 姨呀 你能带我回村吗 我姐一听 坏了 这是又犯了病了 要不劲不正常的跑人家村了 可是此时跑不了了 你还得接着她话说呀 啊 那个苗啊 你不认识村了是吧 不是 姨呀 我才是真的张苗 什么 你是真的张苗 姨 我跟你说 你别害怕啊 我才是真的张苗 现在村里的那个张苗 那不是我 我姐当时一听有点懵 啊 是 你 我这有点弄不懂了 苗 你什么意思啊 这说的 然后张苗没说话 伸出一只手来 告诉我姐 姨呀 你要不信你摸我手一下 我姐当时下意识地伸手 就慢慢摸了张苗手 可是 拿手一碰到张苗手上 我姐吓坏了 当时我姐这手 打张苗手上偷过去了 也就是说 这张苗现在是个影子 根本不是实体的一个人 我姐当时慌了 顿时间又往后退好几步 呦 苗啊 你这是怎么了 这是 然后张苗告诉我姐说 姨 我不是承心吓唬你 你别害怕 你能不能在前边走着 一边走着 一边喊着我名字 我在后边跟着 你把我带回村就行了 带回村啊 我就能回到我自个儿身上了 我就不用天天这么丢人现实了 我姐当时听完脑子想了一下 但是 有选择 没选择 你现在你敢说吗 不行张苗 我不管你 不可能啊 只能硬着头皮 答应了张苗 然后又问了张苗一遍 我到底该怎么做 接下来 这张苗还教了我姐 说 你往前面走 没走几步 你喊喊我名字 如果要是 回头一看我不在了 然后你反过来再来接我 继续喊我 我就能跟你回去 然后我姐啊 还就真的照是这样错了 而且这天晚上走得特别慢 走到了九点半 才这么喊着张苗 回到我们村口了 到了我们村口之后 我姐最后一声喊张苗的时候 发现感觉张苗不在后边 就回头瞧了她一眼 结果一转头 张苗搜了一下 就出现在我姐面前了 还没来得及 等我姐害怕说话了 这张苗呢 就给我姐跪下了 然后 告我姐说 姨啊 我一会儿一回到我身子上 我就不记着了 我不记着你救过我 但是姨 我得报答你 你别忘了 你转天提醒我一下去 我兴许能想起来 然后我姐听完这个 苗 不 不用了 你快回去就行了 实际上这会儿 我姐吓得俩嘴都已经打颤了 然后 说完了这句话 只见眼前这张苗 逐渐的开始消失 然后 嗖了一下 消失完全都不见了 然后 当天晚上 我姐跑回家了 回到家里 吓得我姐全身哆嗦 把这事就告诉她老公了 老公听完 说她胡说八道 你放屁 但是等到转过天来 张苗还真就给好了 当时张苗好了呀 连他们家人都不相信 当然了 张苗当时好了时 没换衣服 还是脏兮兮的那个样子 回到家里 喊她爸喊她妈 她妈都愣了 啊 你 喊我妈 能说话了 然后张苗 直接给她爸妈跪下了 开始给她妈道歉 说这些年 闺女不孝 做错事了 对不起了 然后这时候她爸妈这才意识到 这孩子忽然间正常了 但是这件事啊 我姐在私下里边跟好多村民说过 可是从来没敢直接去找张苗去 虽然最后那天 张苗告我姐了 去找她提醒一下 但是我姐一想啊 还是算了吧 提醒她完了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从这开始 我这姐姐啊 一旦路过张苗身边 一旦路过张苗身边 和这好了的张苗碰见照面了 这张苗就会对着我姐 呵呵呵呵的笑 但是我姐说 虽然张苗好了 可是她每次对着我笑 我就起鸡皮疙瘩 那天晚上 真给我吓坏了 晚上好啊 朋友们 咱们今天又见面了 今天晚上啊 给大家介绍个新朋友 这朋友啊 叫蕾蕾 但是呢 这个蕾蕾不是男孩子 是女生 可能人家小姐姐 以前起了个 就是这种比较男性的名字 这蕾蕾啊 比咱们大几岁 是个大姐 但岁数也不是太大啊 三十多岁 不到四十的样子 但是经历特别特别的丰富 由于自己的老公呢 从事的就是 跟泰国那边的交往的 一些生意什么的 再加上自己呢 对很多各国的异地文化的 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说人家有着一个 极强的丰富经历 由于他这个经历丰富啊 所以说这小姐姐的故事 未来可能会出现好多期 他讲了好多故事给我 但是呢 今天我先挑了一个 劲儿最大的讲给大家 他呢 说的这个第一个故事啊 这故事是他老公身边的 一个朋友发生的 他说由于我老公啊 一直在泰国那边工作 跟泰国那边呢 基本上都好多年了 所以说呢 在泰国那边经常会接待一些呢 来自咱们中国的朋友 再加上呢 我老公当年接待的一个朋友啊 他又是我们北京人 所以说当时在泰国呢 就特别特别的亲 一直打他到了北京 老公就天天陪着他 但是我老公这哥们啊 他这人不信邪 来到泰国之后呢 他有时候 可能是由于口不遮拦呢 再加上北京人 说话就那样 可能到了一些特殊的地下 他可能说了一些不太好的话 我老公他们呢 就说他 哎 那那那那什么 你到这儿别小点成年 咱咱别说这些 嗯 这是个阿赞 这阿赞在泰国当地挺有名的 信他的人非常多 反正咱说话稍微的注意点 你说这要求不过分吧 咱到了人家什么地了 对不对 咱得遵从人家的一些习俗 还有人家的一些文化传统 但是他好像不放在心上 他觉得干嘛呀 怎么了 我我我说什么错话了 这这这都不让说 你看这人他就这么大大咧咧 当时啊 咱们累累他老公就觉得 哎 这哥们这样不行啊 所以说就一直后边的日子中啊 带他去的好多地儿 尽量避讳着点 别带他进泰国的庙里边 或者是进泰国的一些法师的 自己的一些场地里啊 尽量别带他去 可是等玩到了第六七天 六七天的时候就放松下来了 没这么紧张了 再加上呢 累累他老公不能全天陪着他 人家有自己的生意 累累他老公呢 就忙别的去了 结果就让另外的一个哥们陪着他 这哥们呢 有点二 不是说那种特认真的人 就走马观花的带着他四处逛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天带着他 就逛到了这么一个阿赞的棚子里 这阿赞呢 在泰国当地还不是说特别著名的阿赞 也就是一般般 然后他逛进去之后呢 看那屋里摆的 那是什么 什么这些奇怪的东西啊 他就觉得特别好奇 就跟人家瞎聊天 然后没想到 这阿赞回英文 英文还不错 跟他就聊上了 聊着聊着聊着 他就开始跟人家 有带有一定挑逗性的言语 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东西有点装神弄鬼 我不太相信 再加上 今儿啊 他遇上这阿赞呢 年龄比较年轻 有点脾气 就跟他说那意思 中国人你要不太相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 然后他呢 也上了头了 直接告诉他 那我试试怎么试啊 然后这阿赞就说了 我能帮你开阴阳眼 开完之后 你能瞧见东西 他当时就不相信 哥们 你真逗啊 结果呢 人家这阿赞一看这个 你不不信吗 我也不要你钱 我就给你开开了 但是弄着半截 陪着他那哥们 可能在门口干别的事了 一看他老不出来 就进来找他了 进来之后 一看他 你这干嘛了 然后他把他自己的事 跟这哥们说了 这哥们一听 坏了 大哥把你交给我 我带你上这来 你怎么这样呢 这玩不能闹着玩 这不是逗的 你千万停止 可是这一切为时一晚 这阿赞已经做完了 做完之后 这哥们不服 因为他做完没反应 他说我连个感觉都没有 你不是说脑门上 得热热乎乎的吗 没感觉 没有啊 而且出去溜达一圈 什么都看不见 给人家说了一顿 然后这个哥们呢 就跟这阿赞私下沟通 说我这朋友不懂事 你别理他 您别往心里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结果这阿赞呢 这会儿已经上头了 不高兴了 就告诉哥们说 你这朋友 现在的确没感觉 但三十天之后 你让他等着吧 阿赞说完这话 咱这个泰国本地 这哥们一听就换了 马上就劝这阿赞 可是无论你说什么 给多少钱 人家不听了 出去 你们出去 等于这个误会 就闹成这样了 完了 出了事了 可是这个当事 人家这哥们他不知道 他觉得这 这有什么无所谓 什么都瞧不见 然后后边又在泰国 玩了可能十多天 高高兴兴的 就回北京了 回北京之后 他身边的朋友得问他 你这去泰国怎么样啊 玩去了 玩的高兴吗 他就给人家天花烂坠的奖 奖的神人叨叨的 但是 宗述告诉人家 我不相信 而且呢 我还遇上这么个事 当时还给我说什么 开了什么阴阳眼 我什么都没看到 他就是个骗子 可是这事吧 没想到 也就是回北京 过了有小半个月 忽然间的这么一天晚上 这哥们大概是七点多钟 大家里边下楼 上门口买吃的去 结果刚下了楼 在楼梯走到四楼的时候 他就感觉不对劲 就感觉 这人恍恍惚惚的 全身没力 他呀 可能平时有点血糖 不稳定的这个情况 他当时就认为 自己是不是 有点血糖偏低了 所以马上的 就加快了脚步 奔楼下赶快买吃的去 结果匆匆忙忙的 刚走出他们楼洞的大门口 往左边这一转 这楼洞边上站着个老头 这老头就站在一户人家的 一楼的窗户下边 在那站着 呆呆地看着远处 一开始他没注意 但是能走到老头旁边 这一看 哎呦 哎 刘叔啊 哎 怎么在这站着呀 哎 我好长时间没看见您了 今天出来溜达了 然后一边说着话 他就一边往前走着 因为呢 他这会儿不太舒服 他得着急买吃的去 可是这刘叔不搭理他 瞪着两个眼睛这么看着他 他当时啊 已经走过刘叔的身位了 还回头说了一句 刘叔 我先买东西去啊 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说 您这怎么了这是 然后呢 慢慢的就往前走了 当时往前走了也就是十几步 刚走过去刘叔的身位 忽然间他觉着不对了 刘叔 啊 这刘叔前几天不是死了吗 一下子 他身上这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甚至脑袋顶子上那几左毛都快立起来了 这怎么回事啊 不对啊 我明明瞧见他了 马上这哥们就转头 再一看 那窗根底下的人 没了 当时他说我这身上啊 嗖嗖的出冷汗 再加上刚才本来就有点不舒服 没两下我眼前一黑 我就站不住了 由于必定还是年轻 不是岁数大的 只要岁数大点的直接拽地上 他当时虽说站不住 还是能歪歪悠悠的 跑到旁边的一棵树上拿手扶着 就扶在这树上 当时心啊都快跳出来了 瞪瞪瞪的 满脑子就琢磨刚才这个画面 可是就在这姑娘 她已经够呛的时候了 就看 打远处 晃晃当当走来两个人 这俩人牵着手 前边是个老太太 后边是个三十多岁的女的 她当时就觉着不对了 这是什么呀 坏了 这俩人我怎么也没人熟啊 再仔细一瞧 是他们家老胡托的赵姨 这老太太死了得十多年了 死完之后没些年 她这三闺女也给死了 当时啊 前边走的是赵姨 后边就是她三闺女 一下子她坏了 本来刚才就已经够呛了 这会儿这心脏往嗓子眼上就拱 没拱了两下 就感觉喉咙这有股气顶上来 然后眼前一黑 鼓蹬 就昏倒在这树下边 这大哥住的这个地儿啊 是回迁房 都是老邻居一块搬过来的 也就是说 门口周围邻居都认识 人家晚上有人出来了 一看着怎么了 躺在地上啊 马上就把她给送医院去了 到了医院的一番抢救 没一会儿 她倒是醒了 没什么事 人家医生说 就是因为血糖导致 有点低血糖 血糖不稳 没查出什么别的病了 可是啊 她自己个儿心里明白 醒了之后 惊慌失措 问大夫 刚才怎么来的 谁送来的 有没有别的东西跟着她进来 给当时这几个晚上 就她的小护士都给吓傻了 甚至有的护士认为 她这是神经病 是不是脑子有什么毛病 但是她还有谱 她没把这 刚才看到的这些事 跟这些大夫说了 结果晚上啊 她的姐姐爸爸妈妈 都过来看她来了 在医院号到了 可能十二点多 她把她给弄回家去 到了家里 刚刚进了门 这小子就绷不住了 把自己这些天干的事 全跟她爸她妈讲 她爸她妈一听 一拍大腿 坏了 孩子 你怎么回事 你这太美 那么惹这个祸 这不麻烦了 当时最终是她爸拍板决定的 你这几天就别出屋了 在家待着 后边 把你妈赶快给你找人去 然后再后边的事 我觉得凯歌就不方便 跟大家说了 咱也没必要聊了 说完下架的节目 反正后边是 烦尽了关系 找尽了人 好几个人给她帮忙 费了半天的金 才把这事解决了 但是整整这件事 是折磨了她四五个月 弄得这人呢 瘦了得有二十多斤 但是这二十多斤肉没白掉啊 她从这开始 终于知道这玩有多厉害了 再也不到哪 胡说八道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咱就说了 这期故事不好讲 因为涉及了很多东西 我尽量都是闭着口说的 大家都包涵 也就能点到为止讲到这了 但是咱家都老听友 您绝对能听得明白 当然了 要是有什么想法看法的话 这期节目咱下方不许留言 不许讨论这事 没必要 因为都是故事 您说 我跟雷姐都说了 这都是我们编的 就搁这哄着您睡觉了 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朋友们 咱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